坐不是越多越好 舒服最重要 你开的又不是公交 车长5156 轴率305 是真的强 提供R8的增长 和这个是强 真的差点点 新能源在刚起步的时候 大家都在解决续航和不能的问题 但现在这些都已经不再是问题 没有个大几百公里的续航和快充 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买 那现在拼的是什么 现在拼的是高级感 智能化和舒适性 原因很简单 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升级了 所以越来越多的品牌 开始在高端 舒适和智能化方面下功夫 卫牌阑珊就是其中之一 这款卫牌咖啡系列的新品 定位高端中大型插电式混动SUV 而且还是6座 同时它也是卫牌SUV阵营的旗舰车型 新车将会在3月20号左右陆续到店 并于4月份正式上市 这款车的售价 估计会在30万到35万元之间 竞争对手将锁定理想R8等车型 前掌造型以Home的首字母H为灵感 并采用了极简的设计风格 分体式全LED大灯 基本上是整个车头最复杂的元素了 因为这是一台插混车型 所以大尺寸的前隔衫保留了下来 因为要散热 作为品牌SUV的旗舰 卫牌阑珊的车长 是5156毫米 轴距3050毫米 以主要竞争对手 理想R8的车长和轴距 分别长了76毫米和45毫米 这么大的块头 在30到35万的细分市场里 算在上是庞然大物了 而且如此出色的车身尺寸 也为空间提供了保障 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和简洁锋利的腰线 从侧面看视觉效果更大 展车是21寸五福轮圈 采用马牌ECO Connect六轮胎 规格是26545R21 车尾设计同样简约 贯穿式的尾灯造型 与车头大灯形成了呼应 背排阑珊的车内 智能化程度很高 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 拥有1920×720的分辨率 强光下读数很清晰 27寸的高清娱乐屏 一直延展到了副架 并且拥有4K的分别率 而且最多支持5点触控 而且新车采用了 Coffee OS第二代智能座舱系统 拥有16G加128G的超大内存 在多摩交互 影音娱乐 智能导航 以及生态服务等方面 都拥有很高的智能化水平 此外 前排还放置了一个 50W的无线充电功能 座椅采用NAP真皮 12项电动调节 座椅机翼 加热 按摩 通风功能 全都有 并且还提供了一个 25英寸的增强型HOD 可显示行车信息 导航和IDAS等等 理解28除了HOD的尺寸 仅为13.35英寸外 它的显示信息也没有那么丰富 副架同样采用了NAPA座椅 并且是零重力座椅 搭配腿拖 以及带有柔光灯的化妆镜 真正形成了女王副架 第二排和第三排 绝对是未排阑珊 和其他竞争对手 拉开差距的地方 除了NAPA真皮座椅 以及宽大的空间外 各种你能想象到的配置 它都有 什么隐私玻璃 遮阳帘 这都不算什么 绝对给你VIP的体验 尤其是第三排 当你进入第三排的时候 完全可以从中央通道通过 地板距离车顶的高度 是1米2 你不用很弯腰就可以过来 而且第三排的坐姿高度 是340毫米 这和很多的三排SUV不同 它的坐姿更加舒服 地点这个台阶也相对不是很高 这样你通行的时候也更加的方便 坐垫的宽度 以及椅背的宽度 都达到了540毫米 这里也为你第三排的乘坐空间 以及舒适性提供了保障 而且第三排真的是非常的贴心 除了Type-C的充电口之外 居然第三排还配备了 三档可调的座椅加热功能 真的是VIP中皮 未排阑山DHD PHEV正容下的车名一样 拥有先进的DHD技术 1.5T加双电机 WLTC纯电续航里程180公里 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1200公里 而且即便是在亏电的情况下 它的油耗也仅为6.7升每百公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它的动力并没有向它的低能耗 进行一个妥协 933扭比的峰值扭矩 让它的0百加速仅为4.9秒 别忘了 这可是一台车长超过5米1的大家 说实话 我真的很难从未排阑山的身上 找到一个明显的短板 虽然今天只是一个静态拍摄 没有机会去体验它的动力部分 但是只是从参数上 就可以感受到 它的动力方面的强悍之处 它的静品理想R28 是一个综合实力很强的车型 但是未排阑山与它相比 可以说一点也不虚 也许这才是一台旗舰车型 应该有的水平